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乌克兰的最新情况 那么今天呢,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伯雷尔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举行了欧盟外交部长理事会非正式会议 伯雷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伯雷尔的发文说 这是今天我在基辅召开 召集了欧盟国家外长 这是欧盟27个成员国在境外举行的首次会议 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 非常清楚啊,伯雷尔 今天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 那伯雷尔这个发文呢 实际上回应的是 美国方面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美国的白宫发言人表示 白宫拥有资金可满足乌克兰军事援助迫切需要 但目前无法用于长期支持乌克兰 美国国务院表示 由于缺乏长期资金 美国政府冻结了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合同项目 美国的国会议长迈卡锡表示 美国自身利益对他来说 比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武器在内的军事援助 更加重要 那美国的议员叫马特·盖茨证实 那现在呢,有罢免迈卡锡 美国中院议长职务的计划 此前的美国中院议长表示 在美国解决当前问题之前 基辅不会收到任何资金 他说我们在边境死亡的美国人 比在乌克兰还要多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美国现在正在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还有可能会暂停 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今天在基辅接受媒体采访说 乌克兰的未来在欧洲 在这个自由的共同体 很快它将从里斯本延伸到卢干斯克 同时我们感觉这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气温逐渐降低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进一步加紧努力 让乌克兰为今年的冬天做好准备 9月份我在基辅时 我清楚的意识到乌克兰需要一把冬季保护伞 包括防空系统发电机增强 增强电力供应 去年冬天我们看到 俄罗斯总统如何残酷的发动这场战争 故意攻击发电厂 希望这会导致供水系统温度下降零下20度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针对美国和现在欧盟对乌克兰援助 乌克兰的外交部今天发文 说美国中期预算的情况并不将停止 已宣布的对乌克兰的援助 就是过去同意向乌克兰援助还会继续 但新的援助可能会暂停 乌克兰外交部表示 乌克兰方面将在外交部 现在的积极行动中与美方合作 以便在新的预算中 获得更多资金帮助乌克兰 乌克兰外交部现在正在寻求 从美国获得援助 另外欧洲现在也表达了 德国现在宣布援助乌克兰新的武器装备 包括德国14辆黄鼠狼 步兵战车 另外还有驾桥机 两辆工程车 七辆SX81坦克嵌影车 还有八辆拖车 还有21辆巡逻车 还有一个猎豹 暴使坦克的无线电台 99个卫星通讯终端 另外呢 还有两万个护目镜 239部加密电话 另外呢 还有32823个40毫米楼弹发射器 楼弹发射弹药 另外呢 还有这个医疗设备的这个1202个输液泵 这是德国方面宣布 除此以外呢 捷克方面呢 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5.56毫米口径的CZBREN2突击步枪 生产许可证 就是画面中这个步枪 乌克兰呢 将在本国生产捷克的这款步枪 捷克国防部已经证实 该许可证已经允许乌克兰生产 所以乌克兰将生产捷克的这一款突击步枪 大家看啊 就是这款 捷克的这款CZBREN2 5.56毫米突击步枪 它也是北约的制式武器 这款突击步枪最大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 就是捷克步枪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精度高 但是捷克突击步枪和前苏联的突击步枪 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这很多这个实际上不太关注军事的 不太了解 觉得这步枪都是一样的 但是错了 捷克步枪精度高 但捷克步枪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可靠性地 特别是在大规模战争中 捷克的步枪 一直是 这个比如说卡克 比如说这个人机 还有这个步枪 它小步枪特别多 它为了制造这个枪的精度 达到一定程度 它必须有一些小的辅助步枪 这些小的辅助步枪 一旦丢失 这个步枪就很难再进行使用 这是捷克步枪和苏联步枪最大区别 苏联步枪 它整个的步枪的零件 小零件非常少 就是能够给你精简到一起 大规模生产 不要求精度 达到一个水平就可以了 而捷克步枪精度高 但是呢 它这些小的零件 作战的时候很容易丢失 枪上有一些零件丢失以后 精度下降 另外 维护起来非常费劲 这个捷克的武器 所以捷克武器不能大规模生产 所以乌克兰自己生产捷克的突击步枪 未来可能会造成乌军在战场上 很多武器 特别这种突击步枪 很多武器 特别5.56毫米 北约制式弹药 可能会造成乌军的装备后勤的问题 这是今天在基辅 召开的欧盟的外长的扩大会议 那针对西方向乌克兰军援 马斯克今天也发文 讽刺了泽林斯基 马斯克这个推特说 5分钟过去了 你还没有请求10亿美元的援助 你还没有获得10亿美元的援助 就讽刺泽林斯基 讽刺乌克兰 那也可以说呢 现在乌克兰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资金 没有西方的资金 乌克兰战争必输无疑 那么现在美国呢 现在他党内 这个党内斗争 特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这个斗争 在议会斗争 可能会让乌克兰 获得美国的援助会更加困难 欧盟现在这个表态呢 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 实际上也是给乌克兰 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美国走了有欧盟支持 但是欧盟能不能援助乌克兰 能不能代替美国 现在很难说 就欧盟自己 他现在有很多问题 斯洛伐克 他的大选已经结束 那么斯洛伐克这个大选 新上任的领导人 叫罗伯特 菲克 他在斯洛伐克大选结束以后 最先的讲话中说 乌克兰战争是法西斯 乌克兰人挑起 而不是俄罗斯人 他获胜以后发表讲话 那也就是说 斯洛伐克未来和乌克兰的关系 可能会变化 不会更加支持乌克兰 所以整个欧洲 对乌克兰的援助 未来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 是整体向乌克兰的军援 援助金额会越来越少 而且梅德维杰夫 今天也警告了欧洲 梅德维杰夫说 如果德国向乌克兰 提供的金牛舵导弹 被用于攻击俄罗斯联邦 那么制造这些导弹的德国工厂 俄罗斯将遵守国际法 予以攻击 俄罗斯可以打击这些工厂 生产金牛舵导弹工厂 所以欧洲未来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俄罗斯方面的报复 欧洲自己要思考 能不能和俄罗斯 在欧洲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最后把欧洲带向整体型战争 所以现在俄乌情况 随着美国 特别是美国国内 反对扩大俄乌战争 这种声音越来越大 那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未来会是一个新的变化 今天在战场上 也有一个新的情况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10月1号是乌克兰的国庆日 乌克兰的国庆 不是乌克兰国庆 是乌克兰的捍卫者日 也能说是军队的节日 乌克兰捍卫者日 那么在乌克兰捍卫者日 乌克兰的总司令 扎如内发表讲话 同一天 在扎布洛方向 乌克兰军队授予了新的战旗 授予的是第一特种旅 第47计划旅 第37海军陆战旅 另外还有第241国土防御旅 授旗仪式 那这四个旅 未来将参与对扎布洛方向的进攻 10月1号 乌克兰的捍卫者日 祖国捍卫者日 也可以说是乌克兰的军队的国庆日 那这四个旅 授旗仪式 授旗仪式 也说明乌军下一步在扎布洛方向 要有更大规模的行动 这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举行的授旗仪式 战场的情况呢 俄罗斯方面呢 对乌克兰进行大国空袭 现在获得的消息呢 俄军呢 昨天呢 是对 奥德萨 蒂尼伯 比罗斯克地区 还有乌曼 在切尔卡瑟地区 切尔卡瑟地区 哈尔科夫 斯尼 吉列夫卡 也有赫尔松地区 乌军的后勤中心 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这是昨天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一下轰炸的情况 这是昨天 乌克兰方面公布的 轰炸的情况 这是切尔卡瑟 切尔卡瑟乌曼方向 乌曼在哪儿 在这儿 在这个方向 看到乌曼 切尔卡瑟地区 奥德萨 赫尔松 打击的主要是乌军的 这个后勤中心 另外还打击了乌军 人力装备集中区 俄军使用的是远程导弹 另外还有无人机 昨天在战场上 俄军也有新的情况 在战场上 俄军昨天摧毁了 扎布洛方向的 大诺切尔卡南部 新顿尼斯克 在这 新顿尼斯克 它这有一条河 这个河呢 叫沙伊坦卡河 沙伊坦卡河 沙伊坦卡河 它在新顿尼斯克北部 这有一个大桥 就沙伊坦卡河 河上有个大桥 俄军昨天呢 对大诺切尔卡方向 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轰炸的是 沙伊坦卡河大桥 我呢给大家播放一下 现场画面啊 这是摧毁 沙伊坦卡河大桥的画面 那从这个地图上 也可以看到 这个桥被炸毁以后啊 乌军呢 是很难再越过 沙伊坦卡河 大家看这个桥被摧毁了 那对 新顿尼斯克和新马域尔斯克 发动进攻 看到了吧 这个桥啊 就白色这个 这个杜河大桥 被摧毁以后 乌军想要进攻 新顿尼斯克 他必须绕远 绕到其他方向 然后才能进攻 新顿尼斯克 所以这个桥被炸毁以后 对大诺切尔卡前线的 一个战况会有影响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昨天 昨天的一个战况 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昨天呢 双方的战斗 乌军出动的是海军陆战队 乌军的第58师的部队 以及第128旅 乌克兰的总统第一特种旅 昨天呢 都出现这个方向 他们呢 是从赫尔松方向 前往这个扎布洛方向 而且授予了军旗 在新 在旧 旧马域尔斯克 乌克兰武装部队 第128特种突击旅 突击大队 在排击炮的支援下呢 对俄武装部队 进行了打击 这是双方进行这个向战啊 进行这个阵地战的画面啊 画面中可以看 双方的进行近距离的这种 突袭 昨天呢 双方的这个战斗啊 俄罗斯方面击退了乌军啊 重型武器的进攻 包括重型坦克啊 还有这个 暴使坦克 乌军的这个 进攻部队啊 被俄军赶至 格鲁舍瓦 豪沟 在乌罗扎尼 还有新顿捏斯克 昨天的战斗最激烈 在新顿捏斯克方向 战斗是最激烈的 俄罗斯部队的突击部队啊 在乌罗扎尼诺 以东森林地带 与乌军进行了大公布的战斗 俄军前沿阵地呢 向前推进了约200米 乌军的阵地呢 现在正在重新集结 并准备反攻 俄军使用火炮 对乌军集结方向 进行大公布炮击 那俄军判断呢 不久的未来呢 乌军可能会试图夺回 失去的这些阵地 这个方向呢 乌军的兵力集结程度 有所下降 所以俄军判断啊 在新顿尼斯克 在乌罗扎尼 就马约尔斯克方向 不是乌军未来进攻的重点 主攻方向不是在这个方向 主攻方向呢 很有可能 我之前说过啊 在哪呢 很有可能啊 是在这个 波洛伊 波洛伊方向 乌军开始集结 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呢 是在托马克 也就是说 大诺西尔卡这个方向 斯塔罗姆 利尼夫卡 并不是乌军 未来主攻方向 乌军现在这个方向的作战 正在收缩 这是今天呢 大诺西尔卡方向 一个最新的消息 这个新顿尼斯克 这个大桥被摧毁以后啊 乌军呢 他想再进攻 再集结的话 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从这一点 也可以看 乌军现在对 大诺西尔卡 南部地下的进攻 因为俄军摧毁 这个渡河大桥 所以乌军下一步 对大诺西尔卡方向进攻 整体 整个的战况会下降 乌军的装备 会主要集中在波洛伊 到托克马克北部 拉伯蒂诺和维尔波之间 那今天拉伯蒂诺和维尔波之间 这个战斗呢 双方以炮战为主 乌军呢 在前线呢 进行了这个增兵啊 但是增兵的规模都不大 今天的双方没有进行这种 大规模的作战 所以在拉伯蒂诺和维尔波方向 俄军呢 还在警惕乌军的这个新的部署 在波洛伊方向 乌军还是继续集结 所以未来波洛伊方向 可能是一个新的主攻方向 这是今天呢 关于基辅啊 以及扎波洛方向最新的消息 我呢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扎波洛的情况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